欢迎回来EBI SQL电子发票的分享平台 我们会逐步的分享更多有关电子发票的详情 EBI很荣幸的邀请到Mr. Ryan Chong 来到我们这一个平台 Ryan Chong他是SQL Accounting的官方代言人 和e-invoicing的讲师 他也是Syntax Technology的创办人和CEO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话 请你们看回之前的分享视频 以便你们对电子发票有更多的了解 I Brian 哪一些人士或者机构 是可以被豁免执行电子发票呢 其实他有一个列表 主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 例如我们的统治者 我们的苏丹 我们的苏丹后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地方政府 或者我们的外交官员等等 都可以扩免来执行电子发票 那么有哪一些的消费是不需要电子发票的呢? 基本上有六大项 一样我们的就业收入 我们的Sakat 我们的奖学金 我们的特定股息 我们的散养费 还有我们的退休金 NICE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